用两句话形容自己的妈妈 我妈应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 然后或者说从我的角度会觉得很伟大 可能我们家庭的重担会一大半会扛在我妈妈身上 但她依然用她那个肩膀一扛起来了 我觉得我的母亲就像是一把雨伞为我们遮风挡雨 另外就是像冬日里的炭火一样为我们取暖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女人 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女性 第一个话应该是刀刺嘴豆腐心 第二个话就是非常勤王 用一款麻溜剂产品金融妈妈 用产品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凉面更贴切一些 第一个凉面非常实在 然后我妈就是那种非常实在的一个女性 第二个看起了普普通通 但是内藏的韵味是非常足的 我觉得酸菜鱼吧 当你鸡肠碌碌的时候可以饱腹 当你受尽风霜的时候可以暖心还暖胃 我会选棉洋米粉金汤味的 因为我母亲是属于那种慢慢的贴 细贴突然间会发现 她给人的感觉可以气人心脾 暖到心里 我觉得应该是麻辣楼干 看起来可能不太激艳 但是生活都没它整的 想对妈妈说的话 我想对我妈说 可能想让我妈学会自私一点 我觉得妈您除了付出以外 还有享受 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一点给捡起来 然后包括说我们在外面奋斗吧 其实也是希望您能开心一些 所以不要给自己的蛋那么重 我觉得前几年家里的灯泡坏了 我去换灯泡 妈妈第一反应是 你够不着让我来 但是我想说的是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陪着我长大 我伴着你到了 先说一句 您辛苦吧 这么多年 您奉献了一辈子 坚韧了一辈子 辛苦了一辈子 接下来的人生 您要过您自己吧 您要潇洒起来 活出您自己的精彩 希望我妈妈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每一年 我伯伯姐也会多多赠 给你打 把汤包 好了 母亲节到了 祝所有的母亲们 妈妈们 节日快乐 在这儿也祝愿我们 所有天下的母亲们 节日快乐 祝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 万事无异 母亲节快乐 大概人间没有天使 所以才有了妈妈们的存在 我们这些小梅袄们和皮甲克们 也在奴隶的生活 奴隶成为你们的防卖衣 所以我在这里祝所有屏幕前的妈妈们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万事顺义